第一個152 這個地方的話一個刮虎兩個刮虎三個刮虎 也就長寬高怎麼樣幫我把它放到 這個CDEJ這個B欄的資料 我要的剛好這些要放到這些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還有另外15這個是152部分 當然裡面的話有的時候其實不見得一定 如果你用Find函數旁邊你要Find前刮虎 然後Find後刮虎一樣可以切到第一個長 可是寬的話變成說你要怎麼辦 前刮虎的位置 你勢必要讓他找到前刮虎第一次他再讓他往後找 所以變成你要再加一層 第三次還要再找到之後的找到之後的找到 那更複雜 所以你看有沒有其他方法想想看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還有一題這邊各位可以試試看 叫做自串切割 的範例 那這一題的話 同學問的 他每天要做的事就從網路上 這是網路上的原始 網頁的原始檔 他要抓網頁原始檔裡面的 中刮虎到中刮虎的位置 把這個 中刮虎裡面的超連結 的這一串 放到這邊來 其實如果說用剛剛的方法 應該OK 先插入函數嘛你可以用什麼 Fy函數 Fy什麼呢 先一樣 Fy前刮虎 剛好前刮虎 然後再 用MID 一樣把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呢 前刮虎的位置加1 所以後面這個位置 然後再到後刮虎的位置 剪掉前刮虎的位置再剪1 其實有 不是一模一樣嗎 馬上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也許可以試試看這兩道題 畫面呢先還給他待會我們來看這兩題怎麼做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方法 152這一題如果你要把這些都放在 長寬高裡面的話 當然如果用函數 那這個非常複雜 OK所以有沒有其他方法當然有 那哪個方法會最簡單 其實在Excel裡面還好他有提供一個功能 叫做什麼 叫做資料剖析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熟不熟這個功能 這資料剖析可以怎麼樣 他針對你給他的範圍 幫你去剖開來 那剖析的部分的話他會有 幾個 選項 一個是如果你有固定的符號 還有就是你有固定的寬度 那因為剛好這邊固定有固定寬度 所以我們可以 不過資料剖析一 請各位注意 你要先把你要剖析的範圍先做選取 第二步的話呢做資料剖析 接下來他會有個經理 所以一選你要剖析的範圍 二請你改成固定寬度 因為分割符號 他有兩個 那他只能夠 其中一種 他不能兩種 除非說你這邊剛好是一個 一個逗點啊或者是一個哪一種符號 那這邊我們用固定寬度 下一步 接下來如果我今天要的資料是什麼 在 刮壺裡面的所以你可以給他一條線 你可以在上方 那個 齒規的地方點一下 有沒有這邊有一條線 這又一條線 又一條線 又一條線 所以你特別重要你要點準 剛剛好就是 點到那個刮壺的 這個 後面跟前面 如果你不小心點歪了也沒關係 他可以提供給你 可以修正的功能 拖拉 過來 可以移動他喔 好 然後再來下一步 接下來的話 他要我們怎麼樣 把 我們要的資料留下來 那你只要告訴他說我不要的部分在哪裡 這個不要 不會入自然 這個我這個要嘛 這個不要 所以其實就選不要的 不要的 這個也不要 這個也不要 所以剩下就是我要的 那要的話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你要的資料放哪裡 那我要放在 C2這個儲存格 幫我把這三個 分別就填到這三個格子裡面 好大功告成按確定 按完成 他說裡面有資料 應該沒有啦 不過他會偵測到裡面好像有資料 按確定 OK 有沒有發現 125 135 255 全部都過來 OK 當然這個是 不寫 不用函數也不用寫程式 因為他剛好裡面有一個 可用的功能 不過還好 他是 有固定寬的 但未來如果 那個沒有固定寬的話 那就麻煩了 所以 你要見招拆招 如果說有簡單工具你就簡單做吧 如果沒有的話 我是建議像這種東西 刮很多個 那你可能要寫一個程式 可能會比較簡單 都是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應該沒問題 最後請 各位 把這邊變成一個VBA的程式 當然這個如果 你要把它變VBA的話 你要寫其實很困難 所以什麼 乾脆用錄製的 所以錄製的話你可以怎麼做 1 優標 應該有 1優標放在這邊 選範圍的話我建議用Ctrl Shift向下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用Ctrl Shift向下 你是直接這樣選的話 也是一樣 他的範圍會固定住 如果說你資料會有增減 那你這個聚集 就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1優標放在VBA 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沒問題 再來做什麼 資料 資料剖析 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下一步 下一步 2 這個點準就好 3 4 5 6 下一步 然後這邊的話 記得把它放這裡 這個不會錄 這個不會錄 OK 不會錄 完成 錄下來 再做一個清楚 反正一樣兩個按鈕 OK 然後 這個是剛剛講的152 另外還有一題是什麼 這個 字串切割 那我要把這個前刮後刮壺 中間東西 把它放到這邊來 其實跟剛剛蠻像的 只是說 他這個符號還蠻麻煩的 你要插入符號才有辦法找到 所以我乾脆先複製 前刮壺就好了 然後做什麼呢 邏輯跟剛剛一樣 插入函數 用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Find函數 Find什麼 Find這個刮壺 去這邊找 145 確定 2的話呢 把這個公司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呢 MID MID函數 然後 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從哪個字開始 從Find這個位置 加1 然後 一樣 這個是 貼上這個地方 後刮壺的位置 不過麻煩 後刮壺 現在因為 這個要從這邊複製下 沒辦法 所以我們乾脆 先完成再來改 所以 剪掉 待會就剪 這個地方待會再改這個前刮壺 把它改後刮壺 剪掉前刮壺再剪1 負壺 先不要管 然後 我可以在公式裡面 我可能還要先把這個後刮壺複製下 然後貼到這個公式裡面的哪個位置 應該看得懂嗎 這個 有沒有 這個加壺 的後面這一個 就這一個 把它貼上去 後刮壺的位置 剪掉前刮壺的位置 -1 OK就改這個 因為 這個符號如果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得出來OK 可是如果自己打不出來就從這邊再改一下 打個勾 OK 其實我就是要這個超連結 從小魚 到這個大魚的 這個中間 所以我們要的 一樣把它快速點兩下 其他部分呢 就 大功告成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兩題 這個是 用蒸料剖析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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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